你在我家看电视 你们想要回张伟的当时 没错 你是不是最近在找房子 哥有账 干啥账 你们的意思是 你们跟我玩这里问答 赢我家的使用权 我赢了才能继续住我家 好玩吧 你们不当我 谁跟你玩着玩 咱们抢答 给答出来的都是一样 第一大题 从前有一个人姓铁 我们小舅部长头发 请问他得了什么病 没毛老铁没毛病 得一分 你怎么知道 智力 这叫智力 这也能叫智力吗 反而比他慢得了 第二题 小蝴蝶变胖了会变成什么 发蝴蝶 你真的一个压头 这叫智力 你咋你咋不咋 都傻体 聪明的智商 又将领告定了 你先给老婆买了一顶帽子 白娘子戴上之后 感觉头特别重 是为什么 因为他戴的是压什么 我找 咱这个智商 封出来上正腰 比你多二斤 你再倒下来 你就要走地出门了 杨林明天 你抱住住啊 为什么鸟飞到巴黎就不飞了 这道题比较难 大家可以得两分 我从小就不是很擅长 鸟飞到巴黎就不飞了 对 三二一 接下来 因为巴黎是家 为什么 回家了就不飞了 巴黎是家 为什么吸血鬼不吃辣 别告诉你吸血鬼不吃辣 关你屁股 因为写的英文是不辣 虎掌 大学西屋的这碗 这波人出去 他们肯定都觉得你偷提了 发誓我没看过 没事 决定反超 来不就四分吗 为什么三分熟和五分熟的牛排 见面不说话 因为不太熟 不太熟 全力 老公 你是脑筋器人的神 不讶了 不讶了 因为你自己能住这么大房子 哈哈哈哈 要求这么多 你怎么不上天呢